歡迎收看東京走的橋 我是偉恩 我現在人非常明顯就是在大阪啦 那我們今天的企劃呢 就是快閃大阪24小時 那我們第一站呢 就會從最標誌性的 新齋橋開始逛街囉 那我們現在開始的時間呢 是下午3點 好 我們這次企劃的24小時呢 是單純只計算在大阪遊玩的時間 不含坐飛機的時間喔 新齋橋的商店街啊 長大概600公尺 那是大阪這邊最標誌性的商店街之一 然後一進來我們就可以看到 有H&M啊 Gap 然後還有She-In這種就是 蠻知名品牌的服裝店在入口的地方 好 那當然來日本必備的藥妝店 也不能少啦 剛剛已經經過兩家 然後這邊緊接著又有第三家 右手邊這裡看到 Chiefenny的這個就是 PARUKO啦 那PARUKO其實就是日本的 蠻知名的 連鎖的百貨公司 好 那我們經過了PARUKO之後 馬上就遇到這一間是 大碗百貨 也是這邊 歷史悠久 然後避逛的百貨公司之一 這家CASTELLA銀裝 是這邊賣蜂蜜蛋糕伴手禮 還蠻有名的店 其實像新齋橋商店街啊 它是直的一條嘛 然後其實橫的交叉了兩旁啊 感覺店家也都蠻多 所以如果你要認真逛了 其實感覺啊 逛一整個下午到晚上 應該都逛不完 我們接下來在中間的地方 轉個彎 要到美國村去看一下 因為雖然大阪我來過兩三次吧 但是美國村我一直沒去看過 聽說那邊就是蠻多 年輕人流行的東西 美國當然要有什麼 自由女神像啦 我們現在應該已經來到 美國村的範圍啦 因為聽說我後面這家的那個 黑糖珍奶好像也蠻有名的 那大家都知道嘛 因為年輕人聚集的地方啊 就一定會有很多 不一樣流行的東西 像之前在 東京的可能社谷啊 或元宿那邊 也有很多不一樣的 就是珍珠奶茶的店 所以你只要看到珍珠奶茶 有大機率應該就是 那種年輕人蠻會去的地方 追尖BIGSTEP 類似應該是百貨公司之類的地方吧 也是網路上推薦說 這裡可以逛的地方 是不是像我剛剛說的 有年輕人的地方就有珍奶 對這邊有另外一家 共茶 確實這邊的品牌啊 賣的東西看起來都還蠻年輕的 前面也有骨灼店 覺得這個賣場就是 從它的設施你可以看得出來 應該是蠻有歷史的 但雖然有歷史 不過我感覺是 還蠻 蠻有特色的啦 就是有那種 很 日本的風味這樣 好 我們下樓了 來到了 這裡應該感覺就是 美國村最主要的街道了吧 在BIGSTEP 走路大概 一分鐘不到的地方 就來到這個 玉京公園 也就是美國村這邊 蠻 指標性的 叫做三角公園的地方 因為它就是在一個 Sagatang的角落嘛 然後聽說是天氣好的時候 好像還蠻多年輕人 會買東西之後 坐在這邊吃的 其實這整個地方 給我的感覺 跟圓樹啊 然後竹下桶 真的是還蠻像 其實可能流行的東西 不太一樣 我們逛完了美國村 回到剛剛 DETOUR的地方 先來繼續 走往 道頓窟的方向 它這個上面啊 剛剛 擠好之後 撒了一大堆抹茶粉 然後還配了一個 超可愛的 小餅乾 它抹茶的香味 超濃的耶 好爽 這個我覺得 喜歡抹茶的人 大推耶 它完全不會色 超香的 超香的 也不會太甜 嗯 好吃 好 我們吃飽之後繼續逛 現在應該已經來到中段了 這邊有一家松本青 感覺這裡藥莊也是蠻多的 剛剛到現在已經看到四、五家了吧 我們走到底 然後看到這個滿滿的人潮 以及 油頂商店街暫時結束呢 就知道我們來到了道頓窟 新災橋 新災橋 京商店街 就到剛剛那邊為止啦 好 那道頓窟這邊呢 就是以很多 算是很大的招牌啦 然後一樣也有商店街 以及 這邊有幾家餐廳 還算滿有名的 然後另外就是 它這邊有一個 有一條河 那上面其實也有船 你可以搭乘 做那個 遊河的Course 行程 我們不免俗的要來造一個 觀光的照片啦 這邊肯定是要拍一下 好 因為我們行程趕時間的關係 然後我想要去一個 我沒有去過的叫做 南坡八板神社 所以呢 我們會先跳過 道頓窟的 吃的那個區域 然後先走這個 榮橋京商店街 直接到南坡八板神社 趕在它5點以前關門 我們現在的時間大概是4點15分 我們剛剛非常認真 快速用力的走了 大概15分鐘 將近1公 1.1公里左右的距離 然後現在 來到這個在 大阪南坡站附近啊 那是小巷弄裡面的 南坡八板神社 這邊街道看起來真的是很 住家吧 應該說算是都會區裡面 但是 突然就出現一個感覺非常 歷史悠久的神社 雖然這裡呢 可能不像其他的神社 那麼的有名 但 我覺得它真的是 非常非常有特色的一個地方 可以看到大家幾乎都是為了要來 拍這個 獅頭 我們在這邊的任務完成啦 接下來就要步行回到南坡站的附近 我們從南坡搭到動物園前 我們剛剛坐兩站大概不到10分鐘 那已經來到了通天閣 通天閣的話是一個建築的名字 等一下會拍給大家看 那它當年呢 是仿照巴黎鐵塔建造的 那這個區域的話呢 就是大阪串炸的發源地 那等一下我們會到一個叫 新世界商店街的地方 那邊就有非常多的串炸的店 還有一些餐廳 我們現在走的這一條很有味道的 小小鏡 叫做江江恆丁 喔 這邊很酷 這邊 有人在射箭 射箭的體驗 哇 又是一個公道場 我不知道大阪這邊這麼流行射箭 超酷 好 那麼這附近就是 新世界商店街啦 可以看到 附近都是各式各樣的餐廳 然後特別是串炸有非常多 大阪這邊的特色啊 就是總是會把招牌啊 然後還有店家弄的就是很浮誇 然後康帆也一定要做超大的 這點我真的覺得還蠻有特色 好像還很有趣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通天閣的下面啦 然後因為我肚子還蠻餓的 所以我決定要先找一家串炸來吃 他們現在也蠻方便的 都可以用QR Code點餐 然後那個網頁也有英文的 這是我有點的串炸的Sent 它有12根串炸 以前的話他們是用一個盆子裝醬 然後不能沾超過兩次 然後現在它已經蓋 用這種就是瓶子裝 只要擠出來就好 就不會有沾兩次的問題 不過這樣我覺得有一個缺點 就是沒辦法一口氣泡得很均勻 因為以前是直接下去 然後就可以泡超多醬汁 皮很薄很脆 蝦子炸的蠻有彈性的 它麵液好像有點甜甜的 然後再配那個醬 醬汁的有點 也是有點酸酸甜甜的味道 很好吃 好 再來試吃這個 神秘L型炸物 這是乳筍啊 順便跟你們講 乳筍的英文叫 Asparegas 厲害了吧 嗯 因為太長了 所以它把它折成L型 那很高酷 好吃 真的很搭 好爽 晚餐呢 串炸吃完啦 然後整杯啤酒喝完了 超爽的 那接下來呢 我的計畫是 前往通天閣的展望台去看一下 因為我之前是沒有去過 好 我現在的時間大概是6點10分 然後幸好我來的還蠻早的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我剛吃的這家店啊 現在已經開始排隊了 喔 還蠻多人在排隊 門票一張是900塊 然後現在好像 戶外的展望台在施工中到2月28號 所以我今天只能在一般屋內的看看啦 就可以開始看到大阪的夜景啦 那因為這個展望台它畢竟是室內的嘛 所以 基本上都還是會反光 所以建議大家如果想要拍照的話 就可以去貼著 貼著玻璃比較不會反光 我們從4樓搭電梯到3樓之後呢 這邊還有一個小小的 算展覽場的地方 還好我這次的行程啊 有排的比較早一點 像我剛剛吃飯好像才5點多吧 然後通天可逛一逛 現在也是才 將近要7點 也是在我排的Schedule的時間內 那我們現在 要去前往 之前沒有來過 然後我看了一下網路上 幾乎也沒有什麼人分享太多的 大阪也有Team Lab 在常戶植物園 帶大家去看看 晚上的新世界商店街這邊啊 我覺得因為燈都亮了 所以看逛起來還蠻有風味的 然後大家在這邊吃飯的時候 也可以記得 多拍幾張照片 應該隨便拍都會很有風味哦 走3號出口 3號出口上來 就是我們要看到 Team Lab啦 然後走路大概要8分鐘 走到植物園 現在這個區域呢 是屬於長居公園的範圍 它佔地還蠻大的 那我 之所以今天會排這個行程 第一個是因為 我沒有來過這個新的Team Lab 然後第二個是因為這個Team Lab 蠻特別的 它是只有晚上的6點到9點半 才可以參觀 因為它是就是燈光秀嘛 所以是晚上 所以呢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記得這邊要晚上 安排晚上的行程才可以來哦 好 我們現在買完票 進到會場裡面了 那它這邊的門票呢 一張是1800日幣 好 接下來這區是 忽明忽暗的 雜草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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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區是實體觸碰區 這一區是實體觸碰區 因為這裡很暗 沒人幫我拍 所以就 示意一下給大家看 然後原則上就是這樣子 它有一些很大的 蛋蛋 你可以去摸 可以去打 好 我們逛完了 比想像中的還快 因為我這邊原本是留兩個小時 但是其實我半個小時就逛完了 從 從正式進去七點半 逛到八點 好 我覺得 不過因為其實來逛的人還是蠻多的啦 那 大家如果看完我的片段 覺得說 好像還是蠻有意思的 我覺得還是可以來看看 那我們現在就提早一點時間 然後 回到 道頓庫那邊去逛逛 今天還沒有介紹給大家的那個 很多 食物招牌的地方 我們現在已經坐地鐵的 從南坡站出來 然後回到道頓庫附近了 然後就 繼續帶大家逛逛晚上的道頓庫吧 從法善寺恆丁 一直 沿路走過來的 這一整條路上 還有很多看起來很道地的 就是那種 日本的 算居酒屋吧 然後 有一點點像你要講路邊攤也好 就是很有味道的小店 然後都是 位置都在路上 這邊的商店街的話 我們現在的時間 來到9點 但其實 路上人都還蠻多的 然後 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排隊 然後再吃東西 現在是晚上9點10分 澳東坡這邊人超爆多 多到不行 這家金龍拉麵 我記得是蠻有名的 你看現在一大堆人在排隊吃宵夜 這邊 然後再繞過去 後面都是人在排隊 但因為我之前白天的時候有吃過 我是覺得還不錯 就是 還行還行的拉麵 這家 這家卡尼道樂 就是在那個 從新改橋走過來的 橋 一左手邊這家 之前我也有吃過它的螃蟹 也是 就是還OK啦 正常的食物 但是就是 這邊算蠻有名的名店 這樣 好 這就是道頓湖這邊的河啦 好 這邊可以看到有一個 超大的 就是很像摩天輪的東西 那個就是 Tonkey Hawk 對 Tonkey喝得 嗨大家 我會放下 好 現在時間是晚上十點 原本想說在外面就是再烘酒一點 然後可能吃個宵夜之類 但是因為前幾天也是有拍攝行程 然後實在是有點不生角力 還蠻累的 明明就早一點 早上呢我們要去黑門市場吃早餐 嗨 大家早 現在大概是早上九點 今天睡得比較晚 因為有點累 好 那我們的第一餐呢 要來去黑門市場 然後吃早餐 那黑門市場的是大阪這邊有名的 算是大阪人的廚房 然後它裡面有蠻多 有名的餐廳啊 跟小吃 好現在時間是早上九點 快九點半 然後可以看到這邊已經 還蠻多人要來找東西吃了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還蠻多人一早就跑來這邊吃壽司的 好 因為剛剛店門口太多人了 所以呢 我決定在旁邊找一個地方試吃給大家看 然後這個呢 我剛剛點了一個蘿蔔 一個烏煙 然後跟一個油豆腐 它的湯是屬於那種很甜的 還蠻好吃的 它這個 酒店裡面還有包 一根牛棒 蠻特別的 大致上來說我覺得就是那種 甜甜的 然後它高湯煮得還蠻入味的觀眾煮 我個人是覺得還不錯 早餐吃這個還蠻清爽的 嗯 這個 那個 鰻魚的玉子燒 這個也還蠻有名的 這我之前自己來自助旅遊的時候 也有吃過 還蠻好吃的 我們下一站要來喝豆漿啦 這家高橋食品的豆漿 據說也還蠻有名的 然後它主要是賣豆腐的店 豆漿get 哈哈哈哈 剛剛一打開就聞到濃濃的豆香味 它的豆漿超濃的 是跟你平常喝到那種 就是接近水的狀態不同 它的已經是有點 怎麼講 半凝固的感覺嗎 超級濃的 有點像那種很濃的豚骨湯的感覺 然後豆 豆香味超濃厚 嗯 最後我想要來喝一杯早晨的咖啡做結尾 早上喝一杯熱咖啡真的超爽 咖啡蠻香的 然後這個豆酒包是它是選了什麼 但喝起來是有點偏酸的 然後蠻香醇的 我們接下來要走回南坡站搭車到梅田 昨天我大概查了一下 我們要到梅田的阪急百貨去買伴手禮 我現在在從 緩急前往 藍天大廈的路上 但因為路不守 所以我找了蠻久的方向 門票一張成員是一千五百元 我們剛剛排隊了很久 現在終於上來到這個空中庭園了 然後我突然想到 我上次跟Bob來的時候好像有來過 但沒關係 反正我們行程已經排了 然後就帶大家看看大阪的景色吧 接下來進往下一個重點就是 樓上有戶外的 叫做Sky Walk 我們逛完一圈了 雖然在上面看的時間有點短 不過我覺得風景真的是蠻漂亮的 然後我們今天的行程已經快要步入尾聲了 最後呢會再去興奈橋那邊 買一些伴手禮 然後就準備要去機場啦 現在的時間是下午的1點 我們又回到道頓庫啦 我最後想在這邊買一些大阪特有的伴手禮 然後也順便走到興奈橋 因為這邊好像也有一些什麼蛋糕之類可以買的 然後最後可能再吃個午餐就結束啦 我們現在的時間是下午的2點 然後還有1個小時 好我覺得這裡跟昨天晚上比起來 人完全沒有比較少 白天人一樣超多 多到不行 爆炸囉 新災橋更爆炸 我的伴手禮已經都買得差不多了 那最後的話 目前大概是2點半左右 我們的旅程會在3點結束 然後我想要吃個 Shake Shack 為這趟旅程畫上完美的據點啦 我點的是我永遠的韋恩 Set 我點的是我永遠的韋恩 Set 我點的是我永遠的韋恩 Set 超讚 好再喝一口金車 沒有金車啊 麥根薩斯 吃飽了來去坐飛機啦 吃到一滴不剩啦 超爽的 我現在已經在機場準備要登機啦 那這一趟的大阪快閃24小時的行程 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最後大概有偷了大概30分鐘吧 這邊就包含可能吃東西 然後還有去飯店拿東西 不過呢這邊的24個小時是從3點到3點 然後就是整個在大阪遊玩的行程 不包含上下飛機啦 好那如果就是大家 就是想要玩得更緊湊的話 其實昨天晚上可以到 就是24小時營業的 唐吉科德 然後或者是去找一蘭拉麵吃 在那個新家橋道頓庫附近都有 好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影片啦 大家下集見囉 掰掰 就了解一下 在联系сь sollen 看看 嘗 雞 嘗 加油 嘗 嘗 嘗